胡新宇失踪100余天后 遗体于1月28日被发现 这个案件一直备受关注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疑问待解 不少网友追问 胡新宇死亡时间是何时 自杀他杀 遗体发现位置是否为第一现场 前几天大规模搜山为何不见踪迹 现场的录音笔记录了什么内容 这些问题都很关键 但请大家理性看待 种种真相还需警方检验 调查 不让猜测和谣言干扰警方侦破 不信谣 不传谣 等警方进一步通报